好声音好故事 咱们接着来讲 好声音特约导师张信哲的故事 到现在的张信哲已经入行很多年了 很多人都听着他的歌 长大呀恋爱呀结婚呀等等 但是唱了这么多年的爱如潮水 他自己爱的潮水 什么时候来呢 有话看一下 张信哲一个用声音打动人灵魂的歌手 他唱进了爱情的百转千回沧海桑田 清新纯粹的嗓音 安抚了多少红尘男女的情感世界 而歌者张信哲却隐藏在最远的角落 用谦逊和低调 在入世与初世间进退自如 如今四十多岁的张信哲 已经在娱乐圈闯荡了二十多个年头 他行事低调 节身自好 这么多年来 绯闻和丑闻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虽然也有几次失败的感情经历 但是张信哲总能理性面对 并没有他的歌曲里的那种缠绵忧伤 以往给大家留下这个寂静的印象都是 很这个郁郁寡欢啊 优柔寡断啊 这个常常 这个在爱情上面有很多的挫折 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对这个爱情 跟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生活来说 并不是这么的曲折离奇 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啊 那在面对这个爱情生活的时候 我也希望能够像贫乏人一样 因为我觉得轰轰烈烈的爱情 可能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出现 那反而在真实的生活上面来说呢 一段平顺 而且可以持久平稳的感情 才是我最想要的 过去的一些感情经历来说呢 我觉得我都还能够非常理性的 平稳 结束过去的感情 然后呢 跟这个过去的这些朋友们呢 都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而没有 而不是那种吵架撕破脸 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除了我的直率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理性 比较冷静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 比较真实的个性 跟音乐上面表达出来的 给大家的印象可能比较不一样 我用尽不住流水 爱你不爱可悲 听山梦海誓 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 不见的人的眼泪 停在眼眶里 那样苦苦是爱贵 我蛮期望就是说 其实你只要真的 能够找到那个人呢 让你感觉到 是有存在感的 你知道吗 就是也许是我们俩 坐在一个屋檐上面 你做你的事 我做我的事 但是我知道你坐在那边 你不会走 你会在那边等着我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你会在那边